上次接养了一个酒瓶兰一千多万的播放 这次又来一个 上次那个嘎了 我就不明白 酒瓶兰这个东西 咱们在家里面养的话 一年浇个三四次的水 就在客厅里面 不至于嘎 我连想都不用想 这个肯定是水大 跟华伯们说过无数遍 浇水一定要控制 这位华优这个又快嘎了 你看 上面这个都烂了 你削开看看 给华伯们削开看看 过把眼影 看到了吗 已经发黑了 已经烂了 得一直削到绿绿的 你只要这种发黑 它都是水大 错吧 干屁了呀 只能给削了 你看这里都烂了 华优 看这个位置 都已经烂了 咋给你救 拿啥救 对呀 都化水了 都臭了 这种没法救了 华优 已经病入膏肓了 不是说老华优 能力不够 是这个东西根本就救不活了 你换神仙来也难救 完了 完肚子了 这里不用刷 这里肯定也烂了呀 没什么多大希望 华优 没得救啊 华优 这个 哎 惆怅 救不了了 华优 这个已经烂了 烂入骨髓了 哪都是烂的 哪哪都烂 你看 华优 老华优 一酒瓶蓝好痒 其实酒瓶蓝很好痒 哎呀 好错 一个是酒瓶蓝 一个是 就是你们养到的千年木 还有发财树 这些个 一年 就是你卡了两三个月 浇一次水就行了 这个就水大 华优 水大导致的腐烂 你焊不死它 这玩意呢 很难焊死 华优 老华优 你给人救救 救了也养不回来 已经废了 没必要了 哎呦 应该买的时候也不便宜 这个视频就到这吧 希望花儿面啊 你养花的时候 一定注意 我跟你说一句话 一定要等干了再浇水 不干您就不浇 明白了吗 这个只能丢一边 自生自灭了 这个没办法了 就是已经烂了 整头都烂了 咋救 救不了 我救不了 有高人的话 我给你机会 好了 觉得不算 接点关注啊 想要寄养的臭宝 可以联系后台 这次没当成花仪 当成了法仪 给他解剖了 我说了花仪 养花继展仪 白的臭宝